Hello 大家好 就說一下 到底怎麼做是 就是說是對吧 就是你一定要依教風行 聽教 你如果不聽教的話 就是說你得持戒得守規矩 如果你不守這些規矩 你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你肯定會走上邪路 因為你不守規矩啊 但是會走上邪路 走上邪路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走的是正路 所以你要保證自己走的是正路的話 就是要每天都去讀經教 讀一些經典 那是不錯的 是不錯 不是說好 而是說是不會錯 所以每天呢 都要去讀這些 來保證自己是做一個守規矩的 一定要奉行的 它可能不會讓你很適應 但是你要 就是叫這樣去磨練自己的習氣 你是不是有那份心量 說能夠接受說 嗯過去是我不對 是我錯了 是不是有那個勇氣承認自己是錯了 是不是有那份勇氣 承認自己的過時 然後去改 是不是有那份勇氣 就是去改自己 去磨練自己 好好想想 其實 很多人欠缺那份勇氣 但是你每天讀經教 你做一個守規矩的人 老實肯幹 一定可以 加油 加油